C8這個資訊是做導磁係數的測試 我們主要是測這種扣 或者是材料的導磁係數 那我們提供的size呢 目前提供這三種 從最小的 這個是一般大小 那這個是目前比較大的size 那我們以這個扣 它本身是做這種電感 那這種電感 它扣本身的導磁係數 導磁係數會影響到它繞線的那個電感值 我們以這個為例 那這顆的size呢 我們等一會會需要用到幾個尺寸呢 一個是外徑 大概15.4 內徑 大概8 那它的厚度 大概6.2 操作方式 在參數的地方 選擇 保持係數 然後設定 這個地方呢 我們高度是 6.2 內徑8mm 還有外徑呢 15.4mm 設定完成 我們要觀察的那個頻率 我們這裡 設一個MED 那做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 OPEN SHORT的校正 我們這個地方選0米 然後做短路校正 這個鎖緊之後 短路校正 用來做開頭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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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把它袋之後放上來 然後選擇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量到 40.5 這個就是它在1MHz底下的 調子係數 好 那我們 以另外一個 活膜材料 來做測試 那這個它的 內徑是8mm 外徑呢 是20mm 那它的本身的後座是0.4mm 那所以我們 設定一下條件 在參數的地方 然後導持係數 設定 導持係數 好 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0.4 內徑是8mm 外徑是20mm 外徑是20mm 這樣就設定完成了 那我們把袋錯放上來之後 把袋錯先進 好 那這個材料大概9.6左右 另外呢 如果說像電感 電感很小 它如果是不容易觀察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疊起來 這裡 總共有10片 那我們的設定條件呢 剛剛是 一片是0.4mm 那10片的話就是 4個mm 所以我們量到 大概9.3左右 所以 很直很接近 但是它 它的值會比較 它電感值就 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的值會 更穩定 我們剛才所示範的導磁材料 是從這一片導磁條上 所裁切下來的 在研發階段 我們可以 將導磁材料 裁切成符合 我們字距的樣式 來量測其精密的導磁係數 可是在生產階段 如何快速的 不經過裁切 來了解 這片導磁材料的導磁係數 是否正確時 我們可以使用我們的 一個快篩盤 的一個快篩模式 我們先將 字距上的下面 塑膠圓盤移除 裝上我們的快篩盤 像我們的想要量測的導磁材料 擺上我們的 這個快篩盤 你會發現 其實上面有個電感值 而 相同的導磁材料 其電感值 會是相同的 我們以這個為基準 設定比較 標準值以目前的數值為準 上限跟下限 都設為1% 之後 我們擺上 相同的導磁材料石 就會看到 相同的打造 起電感值都會是相同的 而這一片不良品 就會發現 它會是紅色 它不在我們的範圍之內 一定會看到 對 相同的 消費 相同的